准确披露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形成的微博学习粉丝团 11号突然表示辉类告别网友 但一天之后又宣布继续 比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还早一步报道习近平动态的学习粉丝团 经常独家发表习近平在各地视察的近距离照片 或者贴出习近平和家人早年的照片 而且还昵称习近平是习大大 因为这些神秘举动学习粉丝团备受各方关注 学习粉丝团在新浪网站设立微博账号 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关注人数已高达80多万 11号学习粉丝团突然宣布关闭多家网站上的微博 并表示由于公众的不见容和对某些个人造成困扰 感到自责和遗憾而离开 学习粉丝团微博向网友发出告别留言 说再见 那天我开心的来了 今天我身怀的走了 挥之不去的泪水 留下孤独的是煎熬 正当网友们猜测 这一神秘微博被迫收手的原因时 12号学习粉丝团继续发帖 又在13号中午发表了一张 从CCTV报道中截取的习近平图片 说了再见却又回头 走得不明不白 回的也是云里雾里 不仅没有减少网友的问号 反而使得猜测更深一层 打开学习粉丝团的微博 的确显示出女字片旁的 她的主页 她的相册等 说明博主在注册时使用了女性身份 并以此通过了新浪认证 有人猜测 或许真正的博主是习近平的女儿 或者是他团队里的议员 不过日前向美联社宣称 自己是博主的四川男子张鸿鸣 自称是一业大学生 靠打工为生 普通草根族的一员 学习粉丝团宣布继续恋战微博后 12号还回复了网友此前的猜测 说我很好 更没摊上事 回来了 而舆论普遍认为 这个账号有特殊的政治渠道 因为他播出这些东西 并不是在尖锐地批评 我们的新一代领导人 他是在天天表扬他呀 这政府和新一代领导人的 需要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 我们是天天在批评 尖锐地批评 这个国家的体制 我们国家领导人 既然符合目前领导人的需要 为什么还要一度挥泪告别呢 可能出于压力 有些部门啊 因为这些部门出现了两类部门 有用户我们的新政的 有利益集团 以后的利益集团会给他施压 他说马上不开播了 可能另一方部门马上来 被他越来越来越开播 会出现这些情况 无论是试图利用微博 来营造习近平的亲民形象 还是试图阻止这种尝试的行为 都说明 中共内部对立的势力集团 都认识到了 抢夺网络麦克风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中国的官方的媒体 大家都知道 党的喉舌 政府的喉舌 大家已经不相信了 他们说每句话 可能是99%都是假的 德国之声的评论文章说 学习粉丝团 是中国政治暗示的产物 而自身媒体人 赞爱宗周二对海外媒体表示 学习粉丝团的背后 可能是国家新闻办 而他的去留都受控制 也不能这些 也不能这样 但它业重地 在这些